老師 最後一個問題 您作為一個研究莎士比亞的學者 如果莎士比亞在你面前 你有什麼話想跟她說嗎 你有演這麼多她的經典 導了這麼多她的戲 研究她 這樣說可能會得罪人 我可能會跟莎士比亞說 你是不是每次劇本交出來的時間 都太趕了 因為你的第五幕 我都會覺得第五幕都寫得不好 就會衝衝衝衝拿第五幕 尤其是悲劇的第五幕就是 一個接一個死掉 然後沒有處理到 讓我覺得很滿意 因為我導過她的馬克白 也導過這一次的哈姆蕾 然後還有羅莫茲茲 都是她的悲劇 但我每次都會覺得第五幕 真的寫得沒有那麼過癮 但是有人說寫劇本最難的就是收尾 對 所以我自己會想要問莎士比亞 為什麼你的第五幕寫起來都是這個樣子 原因是什麼 我還滿想知道的 翻成白話一點說就是 莎士比亞 你為什麼第五幕都寫得這麼草率 然後虎頭蛇尾這樣嗎 老師我幫你得罪她了 是這個意思 這是我自己很好奇的地方 所以在改編第五幕的時候 其實也會特別困難嗎 對 其實我做了三出殺劇下來 其實每次都是結尾會刪很多 就因為她會 她的第五幕其實會把很多 前面已經演過了 觀眾其實都已經知道的事情 對 又要再透過其他角色的嘴巴裡面 再說出來一次 是 所以這個對現在觀眾來說是 會很不耐的 對 就有點像以前的傳統戲曲這樣 就同樣的事情一唱再唱再講 對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當代觀眾的看戲習慣 跟四百五十年前或四百多年前的 莎士比亞時代的觀眾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觀眾是 戲三小時就是三小時都在劇場 對 然後中間你不可以出去 你出去就不能再進來了 但莎士比亞時代的觀眾是隨 任何時間都可以隨時進進出出的 所以我覺得為了要去讓後來進來的觀眾 知道前面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必須要這樣寫 這麼囉嗦 一直重複這樣 就不斷地提醒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老師 來跟我們分享莎士比亞跟哈姆雷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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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